饮食入味化为二气,轻者上升,灼者下降,轻者入肺与自然清气和,下走三交通掉水道,疏于膀胱,随太阳筋脉散步,顾护全身,称之为阳气,重灼着下走肠道,孙洛洛脉筋脉化斥为血,随其而行,灌溉周身,称之为筋血,筋血运行不息,而阳气则夜浮咒出,东藏下涨,春生秋收,夜不能藏,则沉不能生, 所以早上就有打顿饭困的,皆是藏不好而生不起阳气来,晚上有睡不着的,皆是傍晚收不好,则阳气入肾经不足,肾水不能上达,则心火上沿,而心肾难浇,阳气四季循环道理也是如此,故阳气不是忽而一下多了,也不会忽然一下少了,是日积月累才能改变的,唯一变化的是,或散于四肢或收于丹田的生肠酱藏而已, 故而内部阳虚之症抑制于阳气内收之晚上或冬季,比如寒粒,消化不好,夏天内阳空虚之时加重,四肢百骸及外部阳虚之症抑制于阳气外放之夏天或中午,比如风湿,寒湿的关节病,高血压等,冬天外阳空虚时加重, 所以,一个人阳气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,只是蓄积的部位不同让我们有了不同的感觉,不是太阳生气了你阳气就足了,而是你自己的阳气生气而外散护体了,体内无阳可身之人,夏天披眠腹背也觉冷, 阳生就是在这种升降出入中保护和积累阳气,阳气静即受静,阳气足则受长。